再过2000,8月4号将会迎来全国大选之后的第一场补选 然而投票日还没有来到,雪兰俄州今天再次传来噩耗 在刚刚的下午6点28分,公正党雪州斯迪亚34第二州议员沙哈鲁丁传出病逝的消息 他因为患上末期大肠癌,早前一直接受治疗 但是近两个月,他的病情一度恶化,甚至连战力都无法超过5分钟 沙哈鲁丁离世的消息也意味着,雪州在经过了双溪甘迪斯还有乌拉港补选之后 将会迎来第三场补选,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雪州将会迎来第三场补选 公正党雪州斯里斯底亚州议员沙哈鲁丁今天传来换上末期大肠爱不治而离世的消息 沙哈鲁丁也是掌管雪州伊斯兰宗教教育人文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 前首相纳吉SRC案件的重审法官确定缓人 根据最新的法庭案件列表 被揭发跟巫统尤瓜格的苏菲安法官将会由51岁的纳兹兰高等法官所取代 宾州议会今天举行州议员宣誓就职令 在大选当中,没有上阵的原任宾州议长刘子健获得推选 再次出任州议长的职位 这一次的宾州议会也迎来了两名部长级的后座议员 包括财长林观音和贸销部长赛夫丁 随着额迈警区主任因为扫赌不力被撤换之后 今天总警长福兹在齐伦坡召开记者会宣布 接下来全国部分警区的高层将面对人事变动 福兹还说他将继续监督各警区的表现 只要没有达到警队的目标 那相关的警官都会被对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